8月26号,大一县公安局因公牺牲民警李柯辅警周正良追悼会在大一县龙门殡仪馆举行 在走向殡仪馆的道路两侧,不少市民手捧鲜花,自发排队前往殡仪馆内调宴,送两人最后一程 英雄走了,西岭派出所还留着李柯的工修假条,请假日期从8月21号到26号 事由为回重庆中县看父母,假条已被领导批准并盖章 填写假条的19号晚上,西岭镇突降暴雨,20号凌晨有群众报警称,云华村山洪爆发急需救援 凌晨二时许,当天值班的李柯带着两名辅警驾车前往救援 一小时后,三人与大一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失去联系 11个小时之后,李柯和其中一名辅警周正良的遗体分别在两河口花水湾的河坝上被找到 而另外一名辅警罗永宏至今仍未寻得踪迹 上午9点哀乐响起,现场经外人全体肃立,表情凝重 向李柯、周正良二人低头莫哀 李柯遗体前,家人哭成一团 四岁的儿子不停呼喊着爸爸,所有人都沉浸在悼念牺牲民警的悲哄中 今天参加我的战友,李柯还有周正良的追悼会 我真的非常的痛心 但是作为他们的战友,他们虽然走了 但是他们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 在以后面对灾难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 在追悼会现场,不少前来悼念的市民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他们当中既有专程从外地赶来表达哀思的游客 也有刚从抗洪墙县第一线回来的战友们 我是志愿来的 志愿来,我听到他们的英雄哥哥的世界 我就直接跑进来 祝他们两位,哥哥英雄在夜路走 追悼会现场,一群身着校服的学生们手捧鲜花特别显眼 据了解,他们都是附近中学的学生 这次,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送英雄最后一程 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们明白 第一,这个英雄的世界 第二,这个理解我们这个人民警察 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官惠的职业 然后第三,通过这个活动 让同学们更能够积极地学习 投身到将来的这个建设主国 为主国,为人民服务的这个行列之气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